Hello大家好 今天来分享一个生活中常见的脸棚打凸和拱花工艺 看到这种工艺是在我们的脸棚底部进行一个向上打凸的一个处理 所以整个模具结构采用下模活动 上模的模具结构是固定形式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开模状态 可以看到开模以后产品是被搭上去的 所以呢 上模再加一个顶针脱料处理效果会更好 OK对于这种结构和工艺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 谢谢大家